花生米是不是你一炸就糊 不要再听那些大神们瞎教你了 不要用水泡也不用放白酒 照样炸的脆炸的香 今天二旦教你们好好炸一盘花生米 让你一学就会一做就对 关键咱们这个做法还特别的省油 绝对是家庭首选 我看有的美食博主啊 说花生米泡一下不容易糊 你花生米炸的糊不糊 和你泡不泡有什么关系 你炸糊的是你火候的问题 不是泡不泡 不过话虽然这么说啊 其实炸花生米也是非常难的 像我们专业的厨师啊 炸花生米也是经常翻车的 但是今天二旦告诉你几个技巧 保证你不翻车 好了废话少说直接开干 第一步啊 选把锅烧热 今天啊咱们就用这点油 把这一盘花生米给它炸熟 这点油是前两天给我儿子 炸那个鸡米花剩下的 凉油热油下锅其实都是可以的啊 接下来整个炸制的过程呢 二旦将不会剪辑 一气呵成 一镜到底 如果你买的花生米非常的脏 我建议你洗一下 如果你是正规渠道买的呢 根本没必要洗 也没必要泡 我们做水煮花生米的时候呢 要泡一夜 要不然它煮不熟 但是油炸花生米真的没必要泡 做了这么多年厨师呢 咱们不说几万斤吧 成百上千斤的花生米 肯定是炸过了 所以肯定会积攒一些小经验 今天的二旦就把它分享给你们 朋友们在炒的时候呢 一定要勤翻 要不然它会生熟不均匀 有的糊了 有的还没熟 因为这段视频没有剪辑呢 所以看起来会比较枯燥 但是绝对真实 请你们耐心的看完 有的人会说了 我不会翻锅怎么办 那么你就一直用铲子 不停的来回的翻 油炸花生米呢 用途非常的广泛 它不光可以单独的 成为一盘小菜 而且能搭配其他的拌菜 炒菜 或者是麻辣菜 因为很多人在家呢 不喜欢油炸的菜 所以二旦呢 把这个方法教给你们 这个呢更像是炒花生米 看了我现在已经 表皮已经开花了 啪啪作响 这个时候说明这个花生米 已经达到五成熟了 二旦在这告诉你一个 炸花生米不糊的秘诀 就是你不断的尝 五成熟的花生米呢 吃起来有一些色 没有香味 火开的越大 你炸的时间就越短 咱们在家火只能开这么大了 所以全程大概五分钟就炸熟了 你知道为什么你的花生米会糊吗 那是因为你把花生米给炸熟了 有的朋友肯定会说了 我炸熟了难道有错吗 是的错了 你花生米炸熟了 那么它油温还在 花生米里面的油脂呢 会让它继续升温 它自身的热度 把这个花生米给焖糊了 现在六成熟 很多人炸花生米 要么就是不熟 要么就是过火 花生米最好吃的状态就是十成熟 就是看着好像糊了 但是吃起来特别的香 而且不苦 达到这个状态的颜色呢 是金黄微红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花生米已经开花了 给大家近一点拍吧 这个时候 花生米已经达到八成熟了 那么达到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朋友们 千万不要炸熟 这个时候一定要快速的把它倒出来 在控油的时候呢 时间不要过长 油控干净之后 赶紧把它放到盘里铺平 这也不能让花生米尽快散热 我们不要放白酒 放的白醋 白醋有醋酸菌和花生米 再均匀的撒点盐 放糖也是可以的 铺平散热以后 这个时候就可以装盘了 这个就是炸花生米的最佳状态 香脆不苦不糊不生 关注草原蛋糕 你好好做饭 我们下期见 这个地方就会优优独播剧场——YK 顶叽